社区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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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听过社区护士? 知不知道他们做什么? 我是刘宇明 是关会长者协会银铃护士站的护士 我每天的工作 主要是做防御性的基层医疗 教育长者健康知识 检查身体 跟进他们的慢性病 你今天的血压很高 你吃了什么? 吃了菜 吃了咸鱼肉饼 咸鱼盐份很高 会令血压升高 你一定要吃得清淡 血压才可以控制得好 高血压很容易中风 知道吗? 知道 处理药物是我们日常工作的重要一环 每次执药之前 都要先看长者的健康记录 还要看她最近的健康状况 最重要是看长者 她自己懂不懂得如何吃药 喂? 是呀,陈婆婆 劉姑娘 这样的药 我都不知道如何吃 你再说一次 让我听不懂 你不用紧张 我慢慢再解释一次给你听 有一种黄黄色的药 那种新开的药 是胸肚吃的 好好好 我现在怎么做 谢谢你,劉姑娘 银领护士站的服务是免费的 为了减轻成本 我们会和社福机构合作 他们借出地方 我们提供专业服务 长者就得到妥善的照顾 达至三人的局面 我很喜欢这份工作 因为护士站就像社区上的健康守护者 长者来到我们 我们教她正确的健康知识 帮她们做健康评估 让她们可以及早了解到自己的健康状况 正所谓病向前中医 至于有长期病患的长者 我们不希望她的病情会恶化 所以为她们提供一对一的狐狸跟进 教她们正确的食药方法 教她们适切的饮食等等的生活模式 希望她们学会更多治理的方法 协会的团队大部分来自医护界 所以我们能够组织一班专业义工 全方位地照顾长者的健康 《精彩慈善基金》和《关护长者协会》 合作过几次眼科二诊 我很认同他们的护士站理念 比较贴地能够把握到 基层长者的健康需要 很多长者的眼睛问题 他们未必知道 需要我们主动出击才能帮助他们 我成为《关护长者协会》的专业义工 我试过有好几次去到护士站 向老友寄讲解防跌的技巧 他们都很用心听 也都很主动问我 有关痛症的问题 我能够在现场 为他们想到解决方案 而他们又觉得我帮到他们 我觉得很开心 在护士站和长者一起上堂 其实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我带着大家坐着做太極 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脚不太美上 所以我们一起伸展一下手脚 他们各方面都表现得很积极 我今年79岁 我本身有些糖尿病 银银护士站帮了我很多年 人家帮了我 我觉得也要帮人 在帮人的时间 我反而学到很多健康知识 关户长者协会的宗旨 是为本港的长者提供预防性的 基层医疗服务 我们一直在社区提供免费 即时又贴地的医疗服务 现在十一个银银护士站 在香港的五区 正在照顾三千多位长者 我们照顾一个长者的人力资源成本 在去年是一千八百九十二元 相比于长者入医院住一晚 医馆的成本是五千一百元 我们的服务更具成效 在目前供应医疗服务 轮候时间越来越长的情况下 我们更加希望可以填补到 这个服务的空隙 改善长者的健康 减低长者、看医生和入医院的次数 令我们香港的长者更加快乐更加健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